1月26号下午海口的林先生和妻子入住位于龙华区国贸路的M潮牌浪漫情侣酒店 却意外的发现房间的空调上方有个类似于摄像头的装置 这究竟是怎么回事呢 1月26号下午6点左右 林先生和妻子两人办理了入住 放好行李后就离开了酒店 直到晚上11点才回来 而在准备洗漱睡觉之前 出于安全考虑 林先生对房间进行了检查 谁知却意外的在正对着床的空调上方 发现了一个类似于摄像头的装置 结果我就发现了 有一个在空调顶上 有一个疑似是摄像头的装置 从林先生提供的照片和视频中可以看到 这个摄像头是一个黑色的长条状的盒子 摄像头的镜头位于盒子的上方 随即林先生将这个摄像头取了下来 仔细检查后 林先生还发现摄像头内还有内存卡和数据线 这边有数据线 有那个卡 林先生立即对这张内存卡进行了检查 不过他并未在内存卡里发现任何视频资料 随后林先生也把情况反映给了酒店 酒店的工作人员也赶到了客房 酒店负责人称 首先酒店是绝不会在房间里安装摄像头的 这是最起码的职业道德 其次对于这个摄像头他们也无法判断究竟是谁安装上去的 他客人本身自己自己装的呢 这也不排除对不对 我也有有这个权利这么怀疑对吧 然后另外一个呢就是说也许是其他的原因 就是说原来的客人如果要是有之前的客人这么做的话 我们没有发现这倒也有可能 魏记方称事情发生后 他们对酒店进行了彻底的检查 没有发现其他摄像头 今后他们也会吸取教训 并且对酒店进行细致的排查 而对于此事 辖区的派出所也已经介入调查 警方表示目前还无法确定摄像头到底是谁安装的 目前该案件已经在手里 针对这个情况 我们派出所已经要求酒店限期整改 加强安全防范措施 直播海南记者报道